现在感觉怎么样呀 说得好吗 我说过了 我不会要你们命的 只是让你们 身败名利 这直刚刚开始 好好享受 麻烦回忆一下这个合约 我们的合约 我们的合约 DJSW的热搜已经上来了 我们押不下去 还有三条两人相关热搜 一共四条都在前十 现在合约全网准发量 已经超过九十万了 一定是那个刘延在搞鬼 不要毁言 让他们先离开 喂 哥 公网出现了什么都别说 你现在无论说什么 SW都不受到影响 我们做完好我就发出令 杀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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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哥 你千万不要回应任何问题 我可以回应 回应要说她要说她说 说了说 这都被扯死了 你回应什么 对 我承认 我们确实是合约关系 刘言孤立林婉 想让林婉退出录制 所以林婉只能求助于我 才能继续工作 你也不真是说实话吧 这个节目本来就是假装情侣 我们只不过是签了份合约 保证彼此的权益而已 陆总现在是承认你们是假的了 你们现在就是在欺骗CP粉 你们现在就是在博眼球 但是后面我发现 合约没办法控制我们真的感情 既然大家质疑我 那么 林小姐 你愿意做陆太太吗 真的 要求婚啊 我的天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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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来这儿能接到这个大瓜啊 我的天 超纸 我 放上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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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说了 没想到 太难了 太难了 愿意 太难了 太难了 你这心事不得太大了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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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总是把粉丝们当傻子吗 这白纸黑字的不去相信 单凭你三两句话 就让大家相信你们是真爱了 谁说只有三两句话 戒指我都买好了 还能有假吗 一个随手送出的小礼物 就说你们要订婚 陆总可真会编故事 伤人都重力 我不会随便拿一个九十万美金的戒指开玩笑 热泽 是什么 不不不不 不不 不不不 没人啊 那这也不不不不 最好 怎么这么爱 太快了吧 不 不不不 不不不 不用了 Onto LORD 太説了 不不不不 雷烟 濒烟 快把 太醉了 太醉了 我要 好你个灵马 妍妍 你生意小一点 周围都是工作人员 我今天脸都丢尽了 还怎么在圈里混 喂 您好 我 我马上到 怎么了 节目组开会 他们是不是要我退出节目 妍妍 你别着急 大经纪已经往这边走了 我先去开会 你千万不要在社交平台 发布任何消息 我已经帮你点了杯咖啡 马上就到了 你谁啊 你好不中用啊 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 你跟林婉他们是一伙的吧 故意给我设下全套让我难堪 我警告你 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你哪位啊 双胞胎互换 情侣作假 这么好的机会你都错过了 你 还敢找上门来 你想干吗 我 我要报警了 我记得你的胸壳有颗质 不想干吗 你 départ 人家 尽不希望 opens 不要过来 我已经报警了 快行事 不过六年的时间 就不记得我了 那天晚上 应该很难忘的 你很乖 知道我手里有照片 没有报警 也没有起诉 可是我手里 可不只有这一张照片 你放心 我们是一伙的 这一次 让陆星圆了过去 真是可惜 我要你把他约出来 然后我现在对你不顾 不 不 刘妍 这不是你的本名吧 光鲜亮丽的女明星 最怕别人知道你的过往 你知道吗 我手里有你最不敢回手的过去 对吧 不过你别怕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保证 一个字都不透露出去 给你三天时间 对了 我发现 这件事情真有意思 你知道 当时救你的人 就是你一直针对的凌晨吧 不